我刚刚是把这个什么 List Workbook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写法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Active 这个写法 Active Shoot 目前游标所指的这个工作表 那看一下 这应该是OK的 那你当然执行之前 如果你担心 不太OK 像我的习惯 我会在这前面点一下 点一下干嘛 先暂停一下 我先确定一下 你在这边给我停一下 你不要一跑全部跑完了 你跑完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习惯在之前面 加一个中断点 再执行它 游标记得放在这个里面 点一下 那我先停一下按F8 F8组航跑 看看能不能确定是对的 好像应该没错 可以 所以我是建议 这个地方可以顺便学一招 把底下的这些通通改成 叫Active Shoot 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避免掉错误 底下这样跑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 所以它这样的写法是OK的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上面的颜色变更的话 那刚刚呢 因为我刚刚在Challby里面没叙述到 要不然就是你再补充一下 比如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上面的标题文字 颜色改为红色 他应该会帮你改 如果你假设懒得再讲 因为你程式已经写出OK 也跑没问题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改成红色 那当然在改这个之前 因为我希望把这个图先去掉 重新产生一个 以前要怎么样把这个图给删掉 以前就变点一下Delice 变你要手动 可是我不要手动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写一个程式 就清除这个图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样 再丢给这个Challby提好了 因为这个我实在不会写 如果假设我不会写的话 那我还要跟他描述一下 请帮我一样 撰写一个VBA的SARP程式 所以开头都一样 那我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清除工作表中 所有的图表 当然可能有一个 可能有两个以上 OK不管 反正呢 只要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图表 通通帮我把它删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帮我写完了 就这一段 叫Sub Clear All Charts 这个应该没问题 把这个一段Ctrl C一下 那在执行之前 我看一下 他好像也是用Active Shoot 所以其实 好像是Active Shoo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他建一个物件 那在这个物件里面做什么呢 找出里面的Chart Objects Chart Objects就是图 我们刚刚用过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就帮我Delete掉 所以用Delete掉 他就不见了 所以也就是for each的叙述是说 每一个啦 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就删一次 如果多个就删多 如果没有就不删啦 那这样其实应该合理 那所以把这一段程式Ctrl C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它Ctrl V 贴到这个底下 还有一个叫清除这个绘图 OK没问题 这边怎么多一些这个垃圾 那我们当然呢就两段 一个是绘图 那一个是删除 那未来也可以在旁边 你就把它加两个按钮 一个是绘图 一个是清除绘图 OK 那这样就还蛮好玩的 一个 那只是说刚刚这一段程式 有一个算是 也不算bug啦 但是就是说 少了一个把这个字 变成红色的这个功能 那你说老师那最后怎么办 难不成我每一次执行完之后呢 再自己选它 然后换个红色 那不就等于做一半吗 OK 所以如果假设 你会写程式的话 那最好 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要不要请ChurchP 要不然就是说录制取集都可以啦 反正录制取集 它也会告诉你程式怎么写 最后的我得到一个 我大概知道怎么写 写的方式其实不外乎就是第一个 你找到加入那个Charttitle 应该知道 就是图的叫什么标题吧 标题的文字是这一个 那加上文字之后的话 如果你还要再把它变更 它的字的颜色的话 OK 所以很简单 你就在这个Charttitle下面 使用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我把它复制一下 叫做Charttitle 指的就是图表的标题 就它 然后呢 它的字型的话 你就点 它的字型就下一阶物件 字型的话叫Fone 这个单字应该有看过吧 字型 它的字型的颜色 的颜色的话 就在下一阶就颜色 颜色的话就Color OK 那这个叫字型的颜色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那它的颜色如果要红色的话 后面加一个等号 就是给它红色 那可是问题 在VBA里面 颜色如何定义呢 以后如果反正在VBA里面 只要跟颜色有关的 那你要记得一个函数 叫做RGB 这个函数 你说RGB有听过吧 R的话是什么呢 R的话就红色 有没有 锐的 然后呢 G的话呢 绿的 B 蓝的 对有没有 红绿蓝 所以以后 只要VBA 反正你直觉就想到这个函数 要颜色 那你说RGB 那红绿蓝 我怎么定义给它 其实有点像一个调色盘 那调色盘的颜色 最小是0 0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颜色 最大就255 就是2的八次方 有没有 2的八次方 就256 有听过八位元 有没有 八位元 其实指的就是 以前不是有八位元的游戏机吗 像任天堂就八位元 各位有 知道任天堂吗 颜色只有256 256 你说老师256颜色鲜艳吗 其实倒也够了 可是还是不够漂亮 所以后来有什么16位元的 16位元的话 那就2的16四方 甚至还有24位元 32位元 颜色的数量越多的话 当然就越鲜艳 那以这个来看 它就是红色的话 如果它最大 你就调255 反正最大就255 逗点 那它第二个问题 那绿色要给多少 绿色没有 所以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那蓝色也有什么呢 也没有 那就输入0就好了 OK 所以后括弧一下 反正这个后面的颜色 就像一个调色盘 那你分别给它什么颜色 它就帮你调出来了 OK 这个时候就加这一行就OK了 所以最后记得 在chartitle.test 加上去之后 然后把颜色 加上去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把它签清掉 所以配合刚刚清楚涂 然后再把涂加上去 遮住了 有了颜色了 OK 稍微偷看一下 OK 效果有了 那可是你说老师 可是这个颜色我不喜欢 红色每次这样感觉 好像实在太单调了 我希望换一个 比较特别一点颜色 特别颜色那怎么改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那个颜色 你说老师 我需要有一个棕色好了 假设啦 或者是其他金色好了 反正就类似像这种颜色 那你怎么加 你就可以再常用 这边有油漆桶 对不对 如果你假设你想要的颜色 你可以先挑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我蛮喜欢这个颜色 可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它的RGB的数字是多少的话 没有关系 旁边不是个制定 你就把它选了一个颜色之后 制定 底下的话就会出现RGB3原色 有没有 所以你就把它填空体会吧 204510 填过去 它就会是这个颜色 不过啦 不过啦 有的时候 就是你要204510 切过去之后就忘光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记整数 就是直接把它变200 对 50 你说老师会差很多 差个4 差个1 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说改完之后颜色看得出来吗 除非你对于颜色非常敏感的人 你这种类似像那种 很厉害吧 不然的话其实看不出来 好 那就把这个 如果要改这个颜色 把这个颜色换到这里来的话 记得我再做一遍 点这边一下 其他色彩 选一个 切过去 这边就有了 好 那你再把这边取消之后 再切回到刚刚的那个Visual Basic 填上去 所以刚刚的数字多少 200 50 0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然后执行看看 所以再把图给删掉 再执行一下 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 这颜色应该有要特别了 不过每次都红色 OK 我练习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不太改了 不过主要是 这个地方再加一个颜色的设定 那跟各位讲哦 不是说只有字的颜色是这样做哦 只要VBA里面 牵涉到颜色的这个需求哦 通通都可以用RGB来定义 那这样你可以变化出非常多哦 所以顺便讲一下 那刚刚主要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图给删掉 然后我有把这个产生的程式哦 请Chartdb帮忙产生就这一段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贴过去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个Chart title下方 这边 加一下 我干脆我直接把它贴过了 怕你们等一下会找不到 这一段 然后就是把这一段 直接再加在这里好了 这个地方 把它稍微mark一下 这我把它加个底色 放大一下 这样子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特别的注意哦 要懂得举一反三哦 以后的话 只要是跟颜色有关的 不一定是字的颜色哦 只要是你要加颜色 像底色也可以嘛 底下颜色如果你要改成别的的话 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RGB 试一下